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6日 农历辛丑年8月初时 现在为您带来今天的中国新闻播报 知晓今日中国是近在光传媒 首先我们来关注 四川再发地震 卢州市卢县6.0级地震 已至3人死亡88人受伤 16日 卢州市卢县新闻办发布消息称 截至北京时间9月16日11时 发生在四川卢县的六级地震 已造成3人死亡 3人重伤85人轻伤 全县居民房屋倒塌1221处 严重损毁3285间 一般受损204间 福吉镇有居民称 凌晨4点左右感到轻微震感 4点33分感到摇晃 异常剧烈 他穿着睡衣 关着脚就跑了出来 家里房子的墙体有砖脱落 不敢再进去 截至16日11点 如线全线共设置 安置点79个 紧急转移 安置3212人 受灾群众人员 仍在进一步统计中 目前国家电网 卢州供电公司 正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自08年温川地震以来 长江中下游 沿线地震始终未断 主要集中于四川 青海两省 两地先后发生数次超过 里市六级地震 且频率越高 曾有人质疑地震频发 与山峡等一系列水库的修建有关 但相关文章被当局迅速删除 接下来继续关注 联合国多个人权工作组 要求中国公布 藏人政治犯下落 联合国非自愿和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以及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信仰 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等日前联署致敬中共政府 针对藏人政治犯 人亲持真和国喜劳家措 遭到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案件 表达严重关切 联署公开信针对中共当局 由官进行隔离拘留 不公开审判 不明指控和强迫失踪 等违法行为表示担忧 并敦促中方 依照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 公开对上述两名失踪藏人的逮捕 或计较证据 西藏之声 本周三引述人权组织 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德国部分主任凯穆勒表示 人亲持真和国喜劳家措 只因行使言论和思想自由而遭到拘留 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中共的镇压模式 他强调长期的隔离居家 意味着相关藏人可能遭受酷刑 而今年年初 另两名藏人因被酷刑捏代 分别在服刑期间和出役后相继离世 他敦促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议会公开关注 上述两人和其他被迫失踪 藏人政治犯 并认真考虑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据介绍 现年29岁的藏族生人 仁青池真应在微信发表有关西藏议题的言论和观点 于2019年7月27日遭强迫失踪 后被当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关押在四川绵阳监狱 今年3月四川阿坝公安局告知其家人 他已被判处四年零四个月监禁 另一名藏族作家果喜劳家措现年46岁 曾出版多部有关藏传佛教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书籍 他于去年10月26日在成都被当地政府拘留后 至今下落不明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共官媒央视称 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一个月后 阿富汗局势逐步趋稳 从8月15日至今 阿富汗塔利班接管首都喀布尔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随着阿富汗临时政府的组建 国内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局势逐步趋稳 于是局势稳定 央视先报道了当地时间10日 在喀布尔举办的一场泰拳武术大会 随后央视称 银行和货币兑换点已经恢复了营业 阿富汗国内的金融体系开始流通 有望逐步带动经济复苏 阿富汗已经恢复了国内三个主要城市与首都喀布尔之间的航班 并将目前阿富汗粮食短缺 归咎于美国等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措施 央视还称阿富汗最大的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驻军撤离阿富汗 阿富汗进入了没有外国驻军的时期 央视转达了塔利班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意愿 并称赞此次夺取政权的阿富汗塔利班 此方塔利班通过一场发布会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表达希望能够与世界各国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的意愿 接下来继续关注 江苏南通拎摔老人城管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和1000元罚款 16日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就城管拎摔老人一事发布了警情通报 该违法城管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通报称9月15日6时时分许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小海派出所接110指令 报警人称其母亲在卖农产品时被城管打了 报警后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迅速开展调查取证 身影查明违法行为人吴某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对被亲爱人张某 实施了故意损毁财物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对吴某的上述行为 予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 该视频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流传圣广引发中怒 截至目前未见城管部门致歉表态 以未见暴力执法的相关人对被害人进行道歉赔偿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将严禁工业废弃物等青岛排放入高标准农田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师师长郭永田16日称 严禁不达标的污水排入农田 严禁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等青岛排放到高标准农田 当日中国国庆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农业农村部和发改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有关情况 除严禁上述物品青岛排放入高标准农田外 还做出了如下规定 严禁高标准农田备占用 要完善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和重量机率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依照目前出台的规划来分析 此前不达标污水 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排放青岛入农田现象 应是大量存在的 此外这次保护的是高标准农田 那也就是说 其他的农田依旧可以青岛排放上述物品 此前有报道称 中国地下水将和湖水污染严重 重金属严重超标 抗生素滥用 食品安全是最近几十年中共治下的中国 始终未能解决的一大问题 且愈演愈练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共治下的所有民间团体 需在自己掌控之下 香港季协会移成当局目标 据之前接受大公报访问时 质疑香港记者协会渗透校园后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15日再次表示 香港车会中 很多人都与他抱有同样的质疑 怀疑季协有无政治倾向 他说 如果季协要解除各界的疑虑 可公开会员名单与财务状况 强调开诚布公才能还季协一个清白 邓炳强再次否认此举为政治打压 邓炳强声称 自己与季协一样尊重新闻自由与采访自由 他说所有人都有采访权利 但邓炳强也再次提之前质疑季协渗透校园 并说很多人都怀疑季协是否有到校园做宣传工作 他建议季协如果要澄清 应该公开财务状况 让外界了解是否有受外国政治团体 或有明显政治倾向人 季协主席陈朗生15下午回应称 会员名单是个人资料 无法公开 并重申季协没有收取外国势力资金 也没有违法 他说深信坚持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权利 陈朗生指出季协是注册工会 每年都按规定提供财务报告 否则有刑事责任 报告也有向职工会管理局提交 他强调季协一直都开诚布公 他说一直以来都有机制 不明白为何邓炳强要越过职工会管理局 所属的劳工及福利局 直接向季协谓则 此外陈朗生也对邓炳强称 季协渗透校园的说法表达不满 表示季协过去在通识科和中文科 都有涉及新闻写作 新闻采访和新闻伦理道德等议题 与学校合作 也曾安排记者到学校分享 但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场 陈朗生承诺 季协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不会亲眼解散 所以希望港府不要用钓鱼的方法 向各个团体施加压力 他认为这不是香港一贯的措施方法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的起家是表明 中共绝不会相信任何一个 不接受其掌控的民间团体的存在 因此 目前香港的民间团体会被一一瓦解 之后或许还会兴建 但新界的协会一定会有党的身影在背后 如同中国大陆的各种协会 名义上是民间团体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间团体 接下来继续关注 多地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综合19日16日 中国各纪检监察委消息 截至本网发稿 江苏省南京市商务局原局长丁爱明 长洲市金潭区原常委 金城镇党委原书记 农农庆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原政委 梁宜坚 山西省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俊彪 湖南省教育厅一级调研员黄阳青 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余化元 北京市大兴区原林绿化局副局长齐立平 市川省甘肢州党组成员副州长康光友 天津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市司法局原党委委员梁青海等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们继续的关注 明日中国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将正式开售 今年中国国庆假期从10月1日开始到10月7日结束 一共7天 按照目前铁路客票预售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 9月16日起乘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 订标热线等途径购买9月30日的火车票 明日起可购买10月1日当天的火车票 去年中秋以国庆商节重叠 旅客出行热情较高 书记显示 2020年9月28日至10月8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亿2687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153万人次 为2019年同期水平的84% 由于目前中共所谓清零的防疫政策 多部委省份已提前发文 强调假期防疫部署 交通运输部运发通知 部署统筹做好今年中秋国庆期间 运输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 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办公室近日就发布通知提示 不提倡假期聚集聚会 不允许大规模聚集 河南省疾控中心也发布提醒称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 广大群众要尽量减少跨城市出行 不许提倡聚集和聚会 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聚集 遵守预约限流等相关规定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 近日期也公开强调 在假期期间对于聚集和聚会 不提倡 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 接下来继续关注 又到秋粮收购期 粮食和物质储备局 15日发布消息称 发改委粮食和物质储备局 等九部门发布关于 切实做好2021年秋粮收购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各地在收购工作中 防止出现压集压价 抬积抬价 据收符合标准的粮食 收人情粮关系粮等损害 重量农民利益的行为 同时还要求各地整合多种资源 优化营商环境 组织好市场化收购 要紧贴受粮农民需要 强化举措优化方式 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通知称各地要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部门 关于切实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处 和销售出库监管的相关规定 持续强化粮食流通监管 做到监管全覆盖 无遗漏 确保良好收购资讯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民众依旧对国产奶制品缺乏信心 据俄罗斯农业部农产品出口发展中心发布报告 2020年 全球的全脂奶粉出口总量达2745,900公吨 当中有23%被中国买走 而中国今年持续扩大进口全脂奶粉 该报告显示 今年1-7月 中国在全脂奶粉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的45.5万公吨 提升34%达到60.9万公吨 而此段期间 向中国提供奶粉的主要国家为新西兰 共向中国出口56.1万公吨 此外 该报告还提到 2020年全球出口的脱脂奶粉 牛油与奶酪分别有13% 9% 4%被中国买走 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针对奶粉供应问题 已与中国政府开展谈判 中国政府派出海关总署与俄方接洽相关事宜 目前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消费者仍然对中国自家乃滋品缺乏信心 至三居千安事件以来 中国的乃滋品行业经历了巨大打击 至今仍未恢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请为节目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